加拿大人在中国生活人人自危 不少加拿大籍商界人士已经在准备,万不得已情况下离开中国的应急计划,但也有人表示,不会因为三个人被捕,就改变自己的生活。尽管在华加拿大人社区,大多早已习惯了某种程度上的恐惧和不确定性,但是在连续三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之后,很多被外派至中国工作的加拿大人,也开始越来越紧张。 12月20日,中国当局确认了克莱福被捕是因为在华非法就业。尽管加拿大政府认为,这一起加拿大公民被拘事件,仅仅是一桩寻常的签证事务案例,和近期两次涉及国家安全的逮捕并不相同,但是在华加拿大人士的担忧,仍然进一步增加,很多人担心是否自己也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法律技术细节问题,而陷入牢狱之灾。 总部设在上海的国际软体开发者网络社团Coderbunker的创始人伍斯利讲述到一些加拿大同胞开始对自己在社群网站上的言论,进行自我审查,试图保持低调。 我认为,这里的加拿大人,大多数都生活在某种恐惧中,他们害怕会失去自己在这里的一切,害怕会被逮捕,害怕会遭到报复。 上周,加拿大前外交官国际危机组织的高级顾问康明凯以及同北韩关系密切的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巴夫,均因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而遭到拘留。 尽管官方并未承认,这先后三起加拿大人被拘事件,与之前华为高管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之间,有任何必然联系,但是舆论普遍怀疑,这一切都与中美贸易战以及华为所牵涉的种种争议,脱不开干系。 观察人士认为,加拿大目前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充当了中美贸易战中的附带牺牲品。 一位要求保持匿名的加拿大女商人对法新社表示,加拿大真的是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成了替罪羊。 和很多其他的加拿大人一样,她也以回国过圣诞为机会,暂离中国,躲避是非。 至少我可以留在北美,从一个安全距离,来观察事态的发展。 而其他没有离开中国的加拿大人,也有一些人命名透露,自己正在制定应急计划,以备在形势恶化,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这里。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斯表示,现在是由中国方面来决定,要在多大程度上,让紧张形势继续升级。 他说,无论中国人做什么,他们都不会影响加拿大的司法系统,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附带损失,对中加两国关系造成长期的影响。 不过,与此同时,仍然有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过度反应,将近期发生的事件称作,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 加拿大籍金融分析师乐天虎对法新社表示,我并不会对此感到担忧,也肯定不会因为几个人被拘捕,就改变我的日常生活,也许我潜意识里总会觉得,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但这正是在中国生活的一部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谢谢收听。 英国与捷克禁用华为设备及手机消息又反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2月24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多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日本等,都基于安全理由,不会使用华为的电讯设备,但英国和捷克出现峰回路转的情况。 综合媒体12月23日报道,英国情报和安全部门,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全国电讯商, 契用华为5G技术与设备,其中最大电讯商,英国电讯集团表示响应。 不过第二大电讯商,O2并未跟随,并宣布在明年1月开始,会在伦敦200个基地站测试华为5G通讯系统, 希望取代原有诺基亚的设备,发言人指,是为了确保客户能享受最好的网络体验,将与所有供应商合作。 英国另外的三大流动网络供应商,包括EE和Vodafone,都同意试用华为设备, 只若禁用华为的设备,会令5G技术进入英国市场的时间,推迟9至12个月。 报道指,该三间公司已与华为达成20亿英镑的协议,在英国各地建立5G网络,并准备明年开始营运。 另外,东欧国家捷克早前传出基于安全理由,禁止总理办公室及多个政府部门的官员, 使用华为手机,但捷克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声明,只有关警示是错误。 早前报道指,据报捷克总理巴比什下令,禁止政府办公室人员使用华为集中心手机, 原因是,捷克国家网络和讯息安全局警告,使用华为的通讯设备,可能构成安全威胁。 捷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最新声明强调,巴比什没下令禁止使用华为手机, 并指,国家网络和讯息安全局之前发布的安全警示,不涉及普通用户和终端设备, 且该机构是独立于政府,无权评估其他国家的国际政治局势和政治环境。 又指捷克总理认为,对华为手机的禁令是为时尚早, 该国对所有合法外国投资持开放态度,并将继续提供有利环境。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谢谢收听。 特朗普表示,我没说要解雇美联储主席。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2月24日,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曾讨论过,要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财政部部长姆努钦转述总统的话说, 总统确实对联储会最近的一些政策相当不满, 但从来没有说过要解雇鲍威尔。 彭博社率先报道了,特朗普想要将鲍威尔解职的消息。 报道援引四位熟悉有关讨论的人士称, 在美国经历了几个月的股市下跌, 和周三的央行加息后,特朗普对鲍威尔更加不满。 华盛顿邮报也引述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 特朗普的确对美联储政策不满, 希望将股市进来大跌,怪罪某个人。 报道说,总统的顾问们曾经警告特朗普解雇鲍威尔将进一步扰乱金融市场, 不过特朗普过去几天,仍然多次讨论过解雇他。 星期六晚间,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在推文中说, 我与总统通过话,他说,我完全不赞成美联储的政策, 我认为,加息和美联储减持债务的时机绝对很糟糕, 特别是我正在展开重大的贸易谈判, 可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要解雇鲍威尔主席, 我也不认为自己有权这么做。 特朗普曾任命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 法律专家们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总统是否有权解雇联储会主席。 依照联储会法,联储会主席只能因故被解职。 通常,这意味着,联储会主席如果犯了法才能被解职。 为了保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也就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连续性, 美联储主席的四年任期和总统的四年任期不同步。 新总统上台后要和前总统任命的央行行长共事一两年后, 才能撤换美联储主席。 美联社报道,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马尔瓦尼的话说, 总统和决定利率的美联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这是传统,是我们制度的一部分。 马尔瓦尼还表示, 特朗普总统对中央银行这个独立机构感到不满, 这并不奇怪,央行正在加息, 我们认为这会压低股市的价值。 美国股市上星期,是自2011年以来, 最糟糕的一周,标准普尔500指数,暴跌7%以上,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陷入熊市。 但是马尔瓦尼说,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坚强。 自11月中期选举以来, 特朗普一直忙于改组他的行政当局。 他宣布了, 司法部长塞申斯、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 内政部长辛克和国防部长马蒂斯等高级官员离职。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解放军再次海空演习扰台, 习近平反手围攻。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24日,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谈话中强调, 要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这是不是对台发出新讯号? 与此同时, 解放军军机军舰恢复扰台行动, 抵近台湾东南沿海的航空识别区, 进行沿海长讯, 这是否显示, 北京不会因为蓝绿版图的变化, 而改变对台湾的作为? 习近平的对台政策究竟是以不变应万变, 守住红线, 还是要主动出击, 反手围攻? 今天一起讨论的嘉宾是,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 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胡林伟, 习近平这次没有使用, 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的六个掘部, 看起来似乎比较和缓, 但他提到, 要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和主动权, 有人分析, 这是要守住红线, 以不变应万变, 但也有人预测, 北京接下来会主动出击, 反手围攻, 胡林伟说, 习近平这种讲话, 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 第一, 客观学术的角度思考, 因为台湾和大陆两方综合实力, 差距悬殊, 而且这个差距, 还在不断地扩大, 这是个基本的现实, 实力强的, 就有更多能力和责任, 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 大陆有更多主导权和责任, 来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第二, 从现实层面来看, 习近平作为大陆领导人, 从十八大以来, 就可以看出他的个性, 他推出的各项治国的措施, 都是保持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势, 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在台湾问题上, 大陆一定会积极主动地推动两岸和平统一, 习近平改革开放40年谈话中, 有关两岸关系的部分, 又是如何解读, 此外, 审计半年, 解放军军机上周又飞到台湾附近, 并进行罕见的海空军联合操演, 美军侦察机也升空, 怎么看解放军军机军舰, 在习近平发表改革开放40年谈话之际, 进行这样的动作? 范世平说, 最近大陆采取海空演习, 主要针对关岛的美军, 其次针对台湾, 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演讲里提到, 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我们看到美国最近在台湾问题上, 也有很多动作, 也想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台美关系的四个架构, 一,台湾旅行法, 二,1979年台湾关系法, 三,对台的六项保证, 四,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 这次选举完之后, 国民党大胜, 民进党惨败, 可是11月下旬, 美国在台协会突然宣布, 斥资11.6亿, 在台北购买美国在台协会宿舍, 这是美国首次购买台湾房地产, 表示美国要长期在台湾安营扎债, 这似乎意味着美国也是在对中共表示, 美国要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美国对台湾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都是很直接的, 而中共只是在本岛以外, 由此而看, 美国似乎更有优势, 美中贸易战对抗的格局之下, 北京该如何拿捏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呢? 胡林伟说, 当中美关系处于健康状态的时候, 追求三赢是可能的, 当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台湾的问题就变得很复杂。 美国、中国以及台湾的领导人, 需要看清楚一个基本的现实, 两岸关系是很客观, 也是很明确的, 在这个基础上, 各方随着各自的利益, 当出现矛盾的时候, 各方都会从主观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客观的两岸问题, 这就导致了问题的产生。 历史上, 当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时候, 两岸关系就会和平稳定地发展, 反之, 台湾就是一个问题。 台湾和大陆必然会保持某种形式的链接, 这是历史、文化和地理上所致。 美国起诉中国黑客, 致使双方贸易战进一步计划的同时, 华盛顿邮报专栏文章指, 中国通过网军影响台湾民主选举, 希望能让台北出现一位, 更容易受北京控制的领导人, 对这两件事情如何看待, 以及对美方立场的解读。 范世平说, 在台美关系来讲, 蔡英文跟美国保持了很紧密的联系, 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 先跟蔡英文打电话, 然后再跟习近平打电话。 事实证明, 特朗普的确是打台湾牌, 但是对台湾来讲, 这也是第一次如此密切的, 跟美国的最高领导人的接触。 尤其是九合一大选之后, 美国跟蔡英文之间, 有较高的互信。 台湾的各位领导人, 都着急去美国访问, 包括国民党也急着向美国解释, 国民党也是亲美的。 大陆到目前为止, 对台的策略反而非常稳定。 最近台湾外交部长表示, 未来民间团体参与国际活动, 应该尽量使用正式国民、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或者台湾的称呼, 尽量避免使用中华台北, 造成困扰, 如何看待这个议题呢? 范世平表示, 民进党采取的是一个消极的态度。 九合一选举之后, 民进党大败, 蔡英文在各方面压力下, 尽量避免使用中华台北, 但是现实上, 恐怕很难达成, 她只能采取保守的力量, 尽量跟独派比较接近。 两岸关系走到今天, 蔡英文应该明确地感受到, 大陆已经不再给予她善意的回应, 而与此同时, 美国正在向她招手, 那么蔡英文自然会采取一边倒的策略。 这对两岸关系发展, 是很遗憾的。 如果国民党2020年重新执政, 她一定会同时承受美国和中国的压力, 一定被要求选边站。 很多国家都希望, 能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两边拿好处, 但是这样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怎么看台湾民进党政府的政策, 以及在目前的美中台情势下, 给台湾方面的建议是什么? 胡林伟表示, 最重要的是, 从过去的执政中吸取经验教训。 九合一选举结果可以看到, 民进党执政短短两年, 在推行台湾发展战略中, 回避大陆因素, 来推动社会发展, 通过选票可以看到, 这种政策是失败的, 台湾民众是不满意的。 另一方面, 台湾民众是可以清醒客观地认识到, 台湾社会的发展是不可以回避大陆因素的, 而且维持两岸关系和协健康稳定, 对台湾社会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民进党可以吸取教训, 客观看待大陆因素, 两岸关系对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如果美国对美台关系比较满意的话, 那么对台湾民众来说, 最需要让台湾民众满意的是什么? 选举结果就可以看到答案。 台湾在过去本土化的过程中, 主题性已经基本确定了, 不需要再用意识形态的方式, 刻意地回避大陆。 所思考的应该是, 如何正确面对大陆因素, 如何跟大陆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 用平常心态看待两岸关系。 以上嘉宾谈话, 仅代表个人立场及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鸡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 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 您就可以收看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 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您看,